好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神迹奇事异能四 我们讲了四次神迹奇事异能 而且我们也知道将要发生 非常令人期待 好 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耶稣谢谢你 预本没有从你而来的 那个倾听的耳跟倾听的心 主啊 把你的话语打开 就发出亮光 主啊 让我们真正去认识 耶稣基督并他丁十日降 让我们真正去知道 耶稣已经为我做成 那奇妙美好的工作 主啊 是的给孩子那个 分享你话语的那个权柄能力 你现在就改变这个地方的 属天的氛围 无论在现场 在高雄 在彰化 在哥斯大利加 或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做成你的工作 主啊 我知道 你要用神迹奇事异能 验证你自己的恩典之道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当你的话被打开 我们得着那个 好像你对彼得说 你来 彼得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 你需要走在水面上 而你走在水面上 无关乎 你现在是觉得好像风平浪静 或者是风暴很大 走在水面上 无关乎这一切 只关乎你们定静耶稣 风暴再怎么大 你都可以走在水面上 你没有定静耶稣的话 就算风平浪静 你也只能在里头游泳 上帝要你走在水面上 看见祂的荣耀 练习定静耶稣 透过读经 祷告 敬拜 听正确的讲道 来定静耶稣 走在水面上 谢谢耶稣 神迹奇事亦能要发生 好 我们上礼拜 讲到十图行传八章 我们是跳着讲 因为按照我们的速度 十图行传 二十八章要讲完 大概明年了 对 所以我们是跳着讲的 我们只加强讲 神迹奇事这一块 好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他住在西门町 不好笑 好 OK 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 望至尊大使 撒玛利亚的百姓旌旗 所以他是一个 让人家旌旗的人 他行邪术行道 让人家旌旗 好 在八章十跟十一节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 这人就是他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 因他久用邪术 使他们惊奇 你看有没有发现 又是惊奇 对不对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 所以很夸张 很厉害 事实上我跟你说 人家是真的有一定程度的 让人家惊奇 我去看一下他们的见证 搞得一副好像圣灵一样 可惜啊 其实你仔细想想 每一个这种都说 自己是什么活佛 真佛 或者是什么 特别选的那个人 或者是什么 你知道全世界有 现在有七十五亿人吗 你知道台湾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吗 你知道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 有一千 大部分一千亿人吗 为什么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特别有那么多的活佛 真佛 真佛跟什么 每一个都是唯一的最强的正宗 我跟你说 这些东西你看十年十五年 三十年以后就快要没有了 可以存在几千年才是真的 好不好 好 那还是有几个存在几千年 可是那存在几千年里面 唯一一个称自己在活着 说自己是神 而且活出神迹的只有耶稣基督 牧师是做过宗教比较学 才来选择这个信仰的 没有 我那个时候是 我那个时候是要 我那个时候是去教会跟牧师辩论 然后牧师说你就相信 我就说我为什么就要相信 他就讲一讲 因为圣经说 我就不相信你的圣经 他就没话说了 不是啊 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你硬要相信 一本黑色的书 以前是黑色的书 还有血编 我吓死了 好恐怖 我小时候觉得这书一定很邪恶 旁边还有血 真的 我小时候觉得黑黑的 然后红红的 看了就觉得很恐怖 不敢打开 还好现在长得比较可爱 还在手机里 好了 然后啊 人家说圣经是 人家说圣经说这个这个这个 我就不相信你的圣经 你跟我讲在干嘛 可是事实上 我们可以用很多考古历史 各样的证明来证明 圣经是真的 如果有兴趣 我们网络上有讲 圣经是有考古证据的 在这边 没有啊 之后会后置一个连结 OK好 圣经是有考古证据 有很多科学证明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是真的 你知道吗 连地球是圆的 圣经上都有写 只是以前的教会 自己乱解经 把地球当成宇宙的中心 所以他们不相信 地球是绕太阳转的 所以就迫害了 哥白尼切利略这些科学家 可是事实上圣经有写 地球大全浮在虚空之中 就是在宇宙之中 圣经上写的耶 而且是几千年前就写好的耶 OK 好 没关系 今天的时间的关系 不特别讲这件事 我只是会告诉你 我们的神是很真实的神 而且几千年来存在这里 有非常 我们不是众多信仰里面 选一个宗教 我不是 我从来没有在信基督教 我信的是基督 我不是去信一个教导 我信的是一位永活真神 我也不是去遵行一个教诲 我是跟一位永恒的 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建立关系 OK 我也鼓励弟兄姐妹 你是要与这位神建立关系 OK 好 所以我们回到圣经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 你想象一下那些很厉害的人 他们就是像这样的 现在所谓那种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人 大家有觉得 他们都说他们是神啊 是什么什么啊 对不对 好 他们听从他 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可是之后神真正介入之后 永活的真神怎么做 八章十二节请念 吉祝他们信了费力 所传神国的福音 和耶稣基督的名 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好 八章十一节 第十节地方 提到这个叫做 撒玛利亚的城市的百姓 他们非常的惊奇 大小都去听那个叫做西门的行邪术的人 可是在十二节 他们看见费力的福音 跟耶稣基督的名 还有那些神迹 其实他们全部人都受洗了 甚至于连十三节 大家请念 所以我们上次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西门信了是看到 费力这个人很有生命吗 是费力这个人奉献很多吗 是费力这个人圣经很熟吗 是费力这个人热善好施 照桥铺路吗 没有就很简单 所行的神迹跟大义能就胜惊奇 一个使所有人惊奇的人 却看见费力所行的神迹跟大义能 自己也信了耶稣悔改 还胜惊奇 我不会再用惊奇队讲梗 不用怕 好 上个礼拜是惊奇队 OK好 所以呢 你知道吗 我们上次讲过 仆人眼里无影响 我们听过这个词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他的本族 本家不受敬重 因为他要觉得 他不就是从小看他长大吗 小时候也是在那边吃奶 软软弱弱的一个小孩 对啊 然后呢 他的弟弟是谁谁谁 我也知道 他的妹妹是谁 我也知道 他没有姐姐没有哥哥 为什么 因为他是长子啊 不要闹了好不好 约瑟跟玛丽亚结婚 还没结婚 圣灵就敢育玛丽亚 所以当然约瑟跟玛丽亚 没有生过小孩 这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所以耶稣是长子嘛 OK好 所以他的弟弟跟妹妹 他们大家就觉得 那就这样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没什么 所以你看永生的神 至高的神 从创造起初 还没有时间就有了他 在还没有一切的时候 三位一体的真神 就在那个地方 那位神降生成人 变成一个降生在马槽 马槽不是马槽温泉的马槽 没有那么书 马槽是一个 你知道以色列的马槽 是一个很像 就是一个石头的 然后里面放那个 让马吃东西的那个 然后最主要是 那个东西长得像什么 其实像棺材 所以耶稣降生 是为了要为你死 你知道吗 有人生出来就是 该死 不是 有些人生出来就是 为了要为你死 就是生下来要做王 生下来就要为你死 为你复活那位 所以他从小就放在那里了 放在那个像是棺材一样 OK 然后他降悲成这样 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去探访了一些地方 我们去台中 我们去看了杰斯卡 然后看着他们可爱的 那个华后恩小朋友 然后我们就觉得 哇 耶稣要降生成这样 真是太神奇了 就是 至高的神把自己 微小的说成一个小孩 那你想一下 耶稣出生的时候 他也是跟所有人一样 这样子 哇哇哇 然后生出来 然后从小也是这样子 然后小鹰鹅不是都只能看到什么 五公分 十公分 三十公分慢慢这样长大 耶稣也是这样吗 可是他不是全能的神吗 他怎么这样降悲呢 我们当中有谁愿意 现在只能看到三十公分外的东西 而且你不会讲话 只会哇哇哇 然后大家还要分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可是我们永生的至高神 却这样为你降悲 先不要想他死 为你降下这件事就够了不起 OK好 但是为什么会讲到耶稣的降生呢 因为这一切的核心都是耶稣 所以无论无论没办法 不讲到耶稣不好意思 就很像你心里面一直在想一个人 你知道你有没有碰过那种 在热恋的朋友 你跟他讲工作他会讲他的女朋友 你跟他讲生意他会跟他讲他的女朋友 你跟他讲什么 还有那种刚生小孩的爸爸或妈妈 对不对 你那个 我小孩那个 谁跟你讲小孩啊 然后那个 你那个 我小孩今天很小 不要再讲你的小孩 对不起 可是我给你讲我小孩 就是这样子 当你心里面挂着是谁 你就会一直不断的 你知道我们就会要不断 不断不断不断提到耶稣 但我们还是有进度啦 我们西门也信了 回来 OK 所以看见到底西门信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因为好像菲利先生非常的怎么样 而是在于菲利 神透归菲利所行的神迹奇事大异能 圣经期 西门本身也是一个行邪术 他会变的人 可是他看到这个更高级的 他超级经期 这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看见这些事 发生在我们当中 我们会看见这些事 所以是无可推诿的神迹 发生在我们当中 好 再来就到使徒行判十四章 我们省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终于到了这里 因为我们的 我们都慢慢一节一节讲 所以我们直接跳 好 有两个人在以歌念 这两个人是谁呢 我们前情提要一下呢 就是八章到十四章中间 发生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简单说后来 那个迫害大家的扫罗 就改名了叫保罗跟巴拿巴 到处去宣教旅行 这两个人就是巴拿巴 跟保罗 好 然后他们在以歌念 以歌念是一个地名 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讲的叫犹太 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 和希腊人信得很多 OK好 十四章三节请念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以靠主放胆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奇事 证明他的恩道 大家知道这个经文 更清楚地讲了一个什么 我们先看另外一个版本 使徒行传十四章三节的恢复本 大家在念一次前 二人住了多日 靠着主放胆讲论 主借着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奇事 见证他恩典的话 好 所以这一讲的更清楚一件事了 主借着他的手 施行神迹奇事 要见证什么 恩典的话 我们和尔本只翻 施行神迹奇事 要证明他的恩道 其实恩道就是恩典的道 只是简称 可是我们和尔本很喜欢在不该简称的地方简称 在该简称的地方不简称 好 但没关系 所以恢复本就把它恢复啦 你看恢复本多好 对不对 这是我们招会的弟兄姐 没有恢复本 对不对 我没有说和尔本不好 只是没有一个译本是完美的 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译本来看 好 OK 所以你看主借着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 刚才说是谁 保罗跟巴拿巴 OK好 巴拿巴跟保罗在以根典那个地方住了几天 住了很多天 靠着主放胆讲论 主借着他们的手 所以呢 主 简单说黄字就是主 施行神迹奇事 见证他恩典的话 只是主借着他们的手来做 记得我们说的吗 摇水的例子 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 使水变酒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有效率一点 把桌上的 大家喝水的水瓶变酒 然后倒或者是 大家不是酒喝完了吗 就直接就帮他review就好了 假设这个 中油的瓶子要进镜头 好OK 这是 假设喝完了 对不对 然后耶稣就 自动灌满 倒完 再自动灌满 就好了 这不是最省时间的方式 对不对 可是耶稣却做了一个 不是那么有效率的方式 他叫仆人去把那个 六口洁净的石缸的水 咬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耶稣那天电力不足 耶稣功力不够 因为第一个神迹还在练习 当然不可能 理由是因为 神要人参与他的服事 所以主也可以自己实行神迹 其实 比如说这两个人 他们走去的路上 他们根本都还没有按手 或做任何事 结果全程就得一致了 神也可以这样做 他有没有能力这样做 当然有 可是神没有要这样做 因为他做这件事 是要见证他恩典的话 所以保罗他们要去把 真正的福音 真正的恩典与真理 讲清楚 之后 主借着他们的手 适应神 一起见证他恩典的话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做了 见证他恩典的话这件事 我们已经讲了 真正的恩典与真理 正确的福音是什么 是耶稣我们做成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差神 来施行神迹启示了 所以又要再讲一次 那个笑话了 贾民去看了一台豪华的车 他去看法拉利 然后业务就跟他讲 这台车是1580万 然后小明就看一看 点点头就回去了 然后后来过了几天 就发现业务传简讯跟他说 小明先生 我们这台车现在降价了 现在车子不用1580万 讲1500万了 然后小明看了简讯就扔了 哼 我岂是差那80万的人 1580万 没关系 价钱不是重点 对 好 如果你有买法拉利对不起 我讲错你的价钱 好 1580万嘛 对 然后呢 小明就发了 就收到简讯上面写1500万 特价降了80万这样子 所以呢小明就说 哼 我岂是差那80万的人 小明说什么 我差的是前面的1500万啊 懂意思吗 主啊 我们已经做了见证他恩典的话 我差的是你来施行 神奇奇事异能啊 拜托你啦 好 你要做的事情是去咬水 他要做的事情是把水变成酒 你们要同工 我们要同工 你一直咬水也没有用 重要的事情是他把水变酒 可是他不把水变酒 你当然不能干嘛 但是你一直咬水 他也不能干嘛 对不对 重要的事情是他要干嘛 你跟他干嘛 讲有点饶舌 简单说就是 他要你咬水你去咬水 他要你什么事不要做 你就什么事不要做 安息 了解 OK 所以主就施行神奇奇事 见证他恩典的话 我们再多看一个版本 现代中文修订版 请念 主赐给他们行神奇奇事的能力 借此证明他们所传 有关他恩典的信息是真实的 这个版本翻的 有一点不一样的意思 它是现代中文修订本 主赐给他们行神奇奇事的能力 这边说前面的和尔本 或恢复本说 是主借着他们手做这些事 可是这个翻译直接说 神把这个神奇奇事的能力给他们 但目标还是一样的 借此证明他们所传 有关他恩典信息是真实的 所以神要把这个能力给我们 你知道吗 当你有这个能力 你知道圣经上约伯他自己讲 赏赐在耶华 收取是耶华 耶华明神应当称颂的 这句话是约伯说的 不是神说的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在新约里面 圣经上说主的选招跟恩赐 是没有后悔的 然后呢 雅各书说到什么 各样美善恩赐跟各样全辈的赏赐 是从重光之父来的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简单说这一切 选招跟恩赐是没有后悔 神给你的恩赐跟选招 给了就不后悔的 收回去的方法很多时候是回天家 我鼓励我们当中 我们将会有很多人 这一波神迹奇事 不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明星 而是每一个人 大部分的人 很多人 只要你真正更多的 听到这些东西进到你里面 你会有那个 神迹奇事的能力 问题是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还会倚靠什么 简单这样说好了 你现在在你的公司上班 因为公司给你很不错的薪水 你中热透之后 你还要上班吗 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 有人就假造了一张 假造了一个热透 然后有一个同事在睡觉 然后他们就假造 他中热透的东西 然后他一醒来 看到他自己中热透 然后老板刚好来骂他 你干嘛睡觉 他转身就说我不干了 然后这个玩笑开太大 收不回来 这是真实 这是不是 不晓得是不是白拍的 反正就是有一个影片拍的 这个很好笑 OK 我只要告诉你 当神给你 你想要的这对神 还是你的神吗 有啦 有啦 我还是要得救 问题是神还是你的神 包含的 你是不是让神 引导你的人生跟方向 还是我想要做这件事 我就做这件事呢 其实这是需要注意的 OK 好 那所以简单说 无论如何 神迹奇事是拿来干嘛的 证明 见证恩典的信息是真实的 见证他恩典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道路 是正确的 我没有差那八十万 我差的是那一千五百万 施行神迹奇事霸主 好 再来我们回到 使徒行传的 整个里头的逻辑 好 大家先看右下角 这里是耶路撒冷 看得到吗 然后呢 这地方是叙利亚 两千年前就叫叙利亚 现在还叫叙利亚 OK 就像耶路撒冷 几千年前叫耶路撒冷 现在还叫耶路撒冷 OK 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上次讲的是第八章 对不对 第八章就是 他们在哪里传福音 大家记得 撒玛利亚 对不对 我们的菲利先生在撒玛利亚传福音 就这里而已 他只上来了一点点 后来呢 我们的扫罗先生 后来改名叫保罗的扫罗 他就开始迫害他们 扫罗住在这里 他是大树的扫罗 大树在这个地方 好 OK 然后呢 后来扫罗也信得主 改名叫保罗之后呢 保罗就开始传福音 然后他在大马瑟 在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传福音 最后他在安提亚 这个地方被建立 大家知道安提亚吗 有听过安提亚这个教会 但是有两个安提亚 我们看放大图 来 这边有一个安提亚 这边还有一个安提亚 好 这个安提亚很有名 大家知道安提亚 为什么很有名吗 因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从安提亚开始 而且安提亚教会 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OK 所以你大部分声音上 提到的安提亚 都是这个安提亚 是右下角安提亚 左上角安提亚 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 是同名 没什么 你知道台湾有几个公馆吗 台大就有一个公馆 苗栗有一个公馆 然后宜兰有一个公馆 好像还有几个公馆 还有什么 陈公馆 林公馆 张公馆 不一样 OK 所以保罗后来就传福音 从安提亚被拆拜出来 他就开始传传传 然后就坐船到这个岛 以前叫居比路 现在叫塞浦路斯 这是第一次宣耀旅行 然后就传传到这里 然后传福音传进这里 好 所以就现在在以歌念了 然后在以歌念发生什么事 以歌念发生的事情就是 这句话 主借着他们的手 诗情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就是证明恩典的道 所以神迹奇事叫证明恩典的道 所以我们现在讲恩典的道 讲清楚了 那为什么在以歌念发生 你知道吗 这是笑话 不要认真 是因为以色列的哥哥们 都很思念他们 所以叫以歌念 这样你就会记得这个地方 以色列真的是哥哥啊 他们在属灵上 他们是长兄嘛 对不对 所以是以色列的哥哥们 很思念他们 所以很思念他们 思念那个恩典的道 所以就是 神就施行神迹奇事 在以歌念 好 你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那些地名那么难 他就翻译嘛 没办法 所以你要用这种 补习班老师教你的方法 你知道牧师叫红巨蜜怎么记 红色巨大的蜜蜜 马上就记起来 对不对 然后就有另外一牧师 很先知性的说 你这个是启示录的大红龙 你赶快改名 大家知道启示录的大红龙吗 启示录有一个撒旦的大红龙 就是撒旦的象征 会化成一只大的红色的龙 所以你就红巨蜜 红色巨大西 就是红色的大红龙 你这撒旦的名字 你赶快改名 我就回去祷告一下 然后我祷告 祷告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神说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跟神说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过去了 好 希望那位牧师 你看你们也跟我一起 哈哈哈哈 好谢谢大家 所以有些时候 不用过度属灵 我的民族我觉得很好 全球全地球 就一个人叫红巨蜜 你知道吗 我欠钱都跑不掉 好不好这辈子 好了OK 好感谢主 主借着他们的手 诗行神迪奇事 见证他恩典的话 在哪里 以歌念 因为以色列的哥哥会思念 这样会被记得 思念什么 思念恩典的道 恩典的话 OK好 所以他们在以歌念 所以我们很快跳进度 到了以歌念 好 再来是 刚才是十四章三节 那我们直接念十四章五节 请念 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 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涌上来 要凌入使徒 用石头打他们 使徒就念十四章五节 你知道吗 当他们在行神迪奇事 主耶稣透过门徒们 去无论是主借着他们的手 实行神迪奇事 见证恩典的话 同时确实也发生了 仇敌一定会拦阻 你想要为什么仇敌要拦阻吗 我觉得很简单 你今天这边讲说 好 基督徒 我们的信仰多好 神多么有爱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人家就 好 不错 但是你今天如果一个人 撑着一支进来 然后脚长出来的出去 你说有多少人会信主 就是这个才是仇敌最怕的 虽然动了一堆 很莫名其妙的假神学 告诉我们没有神迪奇事 可是主借着他们的手 施行神迪奇事 见证他恩典的话 你知道吗 仇敌想要把神迪奇事 偷走 做几件事就好 因为这是主施行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动 那怎么办 他就动 见证他恩典的话 这句话 他只要让见证的 不是恩典的话 是恩典跟律法混杂的话 那个神迪奇事就不见了 你懂意思吗 这是重要条件 你要讲的是真正神 白白的恩典的恩典的话 然后神迪奇事要发生 你去看 比欧江神牧师 Bethel教会 那个伯特利教会 他们也在讲恩典的道 你知道吗 他们神迪奇事有多多 你知道吗 超级多的 那个说什么 比欧江神牧师 他有一个一把刀 还是剑 他收藏这种东西 不见了 他祷告祷告祷告 然后天空 他就是正常家里 然后突然间就掉下来 应该 那个剑应该有在剑翘里吧 不能掉下来 我就觉得 那他怎么还没有去 没有好 感谢主就掉下来 真的 他自己讲的 然后那种神迪奇事 然后那种什么 很多那种 就是什么 癌症得意志 什么得意志 什么得意志的 真的啊 你去见证恩典的话 然后主要施行神迪奇事 就是这样 声音上说的 所以仇敌没有办法拦阻阻 他拦阻阻的儿女们 对啊 OK 你懂吗 就很像嘛 你家邻居 你不喜欢他 可是他很高很壮 你又不敢打他 那你就偷踹他小孩 不是你啦 魔鬼就这样做的啊 魔鬼就打不过上帝 怎么办 踹他小孩啊 就你啊 懂意思吗 不然嘞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要告诉我 你心里面从来没有这种念头 因为你有罪性啊 没有你们都很圣洁 对不起 对不起要主啊 只有我 没有我也没有 是隔壁的小明 好OK 小明看我又高又壮 想要踹我小孩 因为我没小孩 好好好 好啦 真的好好好 回来了 感谢主 我们家也没狗 好好好 好了啦 你踹我家狗试试看 好OK 主借着他的手 痴行神迹歧视 见证他的恩典的话 所以呢 我们负责 见证恩典的话 然后主要我们干嘛 我们就干嘛 来施行神迹歧视 好继续往下咯 OK 可是同时 那既然他没有办法 用那些方法拦住 那只好怎么办 他们就只好 让这些外邦人 犹太人一起来 涌上来 要凌卢使徒 用石头打他们 可是我跟你讲一件事 那个年代 罗马帝国是会发生这种事 在我们这个地方 不会发生这种事 上帝老早使用 民主政治 让人民有信仰的自由 所以 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 教会的美好的祝福 透过民主政治 释放在这个世界 你知道 在圣经时代 女人最有地位 应该是说 两千年前 两千年前那个时候 你看两千年前的中国 两千年前的中国 大概是什么时候 就是西汉末年 你记得几个女人的名字 来 貂蝉 抱歉不存在 那不是名字 巧巧大巧 你只有姓 她们家姓巧 真的啊 你不知道吗 对啊 好 那什么 还有谁 三国时代 比较有名 你记得几个女人的名字 有啊 有一个叫 真什么 真什么 不是真环 叫真什么 叫真蜜 就是那个 好 OK 就只有那 还有什么什么 蔡文基 就那两三个 三五个 你知道圣经里面 有几个女人的名字吗 圣经里面女人 在那个年代 女人的地位是 全世界女人地位 最好就是圣经 就是圣经教导的 那个文化里头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是不是基督教 支持奴隶制度 哪有 圣经从来不支持奴隶制度 保罗清楚地说 若能够从奴隶的身份脱离 是最好的 只是因为那个年代 你想要从奴隶的身份脱离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保罗是为了保护他们 说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你现在安于什么身份 但是能够脱离是更好的 OK 我们扯得优点远 我只是要告诉你 仇敌一直想要拦阻神的 神迹奇事的这些工作 所以他不能够改变 那个恩典之道 他只好用外部的力量 就是凌辱使徒 用石头打他们 但是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神把很多美好的价值 放在民主政治里面 透过他的道 放在民主政治里面 你去看民主政体 统统全部开展 都是基督教国家 跟天主教国家 真的 而且越相信基督的 越纯正越好 真的是这样 OK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 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一定程度的领怒 会说你那个教会 就是那个 什么随便祷告就会好的 就是会笑你 跟你笑 就是会了不起的 我又不是被笑大的 对不对 你可以笑我 不可以笑你吗 不行 我们不要笑人家 好不好 就是我们饶恕 然后祝福人 再继续往前走 OK 你知道最高级的属灵征战是什么 你知道有些时候 你经过一些地方 一些 然后就会有那种 小婚会跟你吹口哨 你是男生 你一定没有这经验 我说女生 你可能会有经验 对不对 男生也被吹口哨吗 好了 没关系 这个时代 真的必须什么事都会发生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假设你是 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你刚好去参加婚礼 然后你经过一个地方 然后就有那种 无聊男子对你吹口哨 你会怎么样 转过去胸袋一顿 干嘛 吹什么 还是怎样 转过去 耶 还是来留个电话吧 不用拿 最高级的就是不要理他 继续往前走 狗肺越亮 月亮会停下来吗 对不对 野狗追着跑车 跑车会因此煞车吗 除非要在前面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对 当有人开始 他们就只能够用那些话 跟那些攻击的话 攻击伤害我们 但是你就不要理他们 就是继续往前走 所以当你夺到这些东西 不用害怕 有一个拦阻神迹奇事的方法 就是 你要成绩奇事是不是 那你要预备 跟使徒一样受苦 用石头打 什么什么什么 我告诉你不会 有一些我们该受苦 可是绝对没有那么大 我们在一个很美好的国家 感谢主 好 14章6到7节请念 使徒知道了 就逃亡吕高尼的路斯德 特币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 在那里传福音 有些弟兄姐妹说 受苦与我有益 照这个逻辑 使徒应该过来那个地方 被他们打啊 打到死啊 他们在以歌念 然后他们凌辱使徒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那个扫罗才 才比较年轻嘛 对 然后那个 我说姓族的年龄 OK 然后巴拿巴可能就小圣说 他们凌辱我们 可是受苦于我有益 绝对说也受凌辱 来加油加油加油 那伯罗说 可是我们想贬回去 然后那个 巴拿巴一家 他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要忍耐忍耐 然后最后两个都被打死了 殉道 有吗 没有啊 他们马上 他们就逃走了啊 所以有苦难 要干嘛 逃走啊 好 那有一个方法 解决苦难的方法是领圣餐 因为圣餐是你的紧急出口 请看左上角有一个连结 好 我们也有讲过这篇道 OK 我要跟你说 当遇到苦难就逃 你生命中有苦难 你就跟上帝说 主啊 我有苦难 我不想要这个苦难 保罗做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受苦于我有益 所以三 有那个刺加在他身上 所以他三次跟主说 主啊 更多苦难吧 有这样吗 没有 保罗跟耶稣说什么 耶稣你怎么弄错 给我什么刺啊 没有 他也不是这样 他三次跟主说 求你把这次离开我 对不对 第三次 我确定是第三次 保罗生命没有那么差 如果第一次耶稣就跟他说 这是你为我受的苦 保罗还会继续求吗 不会 第三次 主跟他说 这是我要你受的 所以呢 我们说过三种苦难 对不对 第一种叫做自讨苦吃 彼得书信清楚 告诉你不要自讨苦吃 特别是好管闲事而受苦 要有智慧做正确的事 包括连奉献都是这样 你不要奉献给错的人 不然就自讨苦吃 钱比较少就蛮苦的 对不对 所以不要乱奉献 但是要有智慧 对 要奉献给对的单位 恩宠教会 不是 我们不是对的单位吗 是怎样 这样不对吗 我们还要 对 说到这个 我们教会可是很支持宣教 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 我们高人教授也来到我们当中 那高人教授在帮助我们做很多宣教 然后这真的是我碰过 最直接的在帮助灾民的弟兄姐妹 对 顺便跟海外弟兄姐妹讲 我们连海地的工作都有做 就在哥斯大一家附近 好 OK 好 然后还有缅甸 海地跟缅甸 还有中国云南等等地方 所以我们之后 我们一定会捐井的 高人教授不用担心 我们会奉献井 我们之前帮助海地点亮海地计划 就是他们很穷 然后非常穷 超级穷 不要再比 好 就是很穷 然后他们晚上 他们根本没有灯 家里都没有灯 更不用讲路灯 然后所以我们就帮他们弄灯 感谢主我们 我们就去支持了这个计划 所以就改变了整个家庭 然后之后 那有灯了 有光了 还有什么 还有水 对不对 都很属灵 耶稣是生命的光 耶稣是附中的水 对不对 活水 所以我们就挖井 对 就去帮助他们 可是我们到底会帮助缅甸的井 还是海地的井 再说 反正就是要帮助地中间 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丰盛的教会 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宣教 好 我们就继续 所以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 其实 凌卢使徒用石头打他 使徒知道了 你都被石头打了 还需要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被打到那一刻知道吗 OK 好 所以他们就逃往 吕高尼的 吕高尼是一个神的名字 然后的路斯德跟特弊 这两个地方 他们就逃走 所以有苦难 尽管跟神说 把他拿走 但是神会告诉你 他有没有要你受 所以如果你是自讨苦吃的 不要自讨苦吃 不要好管闲事 要智慧 第二个就是撒旦的攻击 那就学保罗一样 抵挡他跟主说 请你把他拿走 然后如果是第三种 主说这是我要你受的 你就欢欣地接受 这至战至亲的苦绝 又为你承受 那集中我比永远的荣耀 可是很多时候 你会分不清楚 那反正你就是 先求神拿走 然后你好好寻求 有些时候神会 其实主要会要调整你 错误 为什么要受这个苦 比如说我 这一天就跟一位弟兄谈 他说他实意奉献 有点 实意奉献呢 为什么经济上 还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 那我现在帮助他解决 原来我们昨天聊一下 原来他实在是一个 太善良的人 所以他 有一些该收钱都没收 你就算赚再多钱 没去收钱也没用啊 对不对 我们一位姐妹也是一样 赚了很多钱 然后都不去跟他收钱 唉 我好想当他经纪人 好啦 扯月了 OK 好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要有智慧的 如何在这世上生活 神会供应你所有的一切 可是你要跟他同工啊 OK 好 所以我们继续讲了 使徒之道就逃往这两个地方 好 所以咧 然后呢 他们就逃到路斯德这个城 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 来 我们念14章 巴结请 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瘸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你知道现在在圣经 特别是使徒行传 看到那种生来无力的瘸腿 就要很兴奋 你想要为什么 他总不会讲完就说 然后使徒不理他就走了 没这回事嘛 对不对 看到这就是要发生神迹啊 他们在路斯德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那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瘸腿 从来没有走过 然后发生什么事 来 14章9到10节请念 他听保罗讲到 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就大声说 你起来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你看又另外一个人跳起来了 对不对 上次有一个人跳起来 行走的跳着赞美主 就五千个人信主 对不对 在哪里 美门在哪里 圣殿 圣殿在哪里 在耶路撒冷 好 OK 好 在耶路撒冷 我们现在城市讲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拉出来了 现在其实 以现在的地名 这些 以现在的地理来说 这些地方什么什么 路斯德 以格典 通通通都在土耳其 就是在土耳其境内 OK 好 如果你地理 是客人 你上了会很痛苦的那种人 我们尽量讲得有趣一点 好 不好意思 OK 这个人就听了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 但我们会发现一件事 这个路斯德城 里面两脚无力的人 从来没有走过 所以他每天都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保罗刚好在旁边讲道 他就听保罗讲道 反正他也走不了 保罗可能讲了五个小时 八个小时 他其实想说 保罗你可以不要吵吗 我已经很痛苦了 我不能走路 你还一直导我亲近 我在这里忧伤地看着我的人生 安安静静静做个美男子 没有啦 这是一个大路的词 OK 好 他默默坐在那地方 保罗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所以他想没事就来听吧 听保罗讲道 而且反正他也走不了 对 所有的会友都走 已经换了三场 教会已经五次 大家都走光了 没有人带他 他一直都在那边听 听到后来什么 保罗定听看他 见他有信心 为什么 你知道听正确的讲道 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听就有信心吗 那个信心会带出神迹 什么叫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不是信心要大才会痊愈 而是那个信心 接上正确的信息 就会痊愈 懂意思吗 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信心很大 可是那信心很大 是对自己很有信心 那要干嘛 对你有信心有什么用 或是对我老公有信心 你老公是可以让你神迹一致 对不对 你的信心要对上正确 所以如果你对上帝 你不是要信心大才会得一致 耶稣怎么说的 你信心入上芥菜种 就要经历那些神迹奇事 什么头到海里 芥菜种有多大 你知不知道 比胡椒力还小 然后有人就乱拗说 芥菜种虽然很小 可是长大以后很大 问题是耶稣如果是芥菜种 而不是芥菜素 所以就是你信心小小的 就会神迹 问题是你的信心 要连上正确的 所以问题从而到以 都不是信心大跟小 是信心相信的东西 对或不对 你知道差别吗 你相信一个错误的人 信心再大 你还是会被他骗 你相信一个对的 你信心小小的 像芥菜种 就要发生神迹 所以你看这个人 他听保罗讲道 然后他有了信心 然后保罗看到这个信心 他可以得权你 就马上宣告 然后就成就了 保罗还是做一个 信心的工作 保罗在众人面前 大声地说 你起来两脚站立 那个人就说 我不要 他可以做这个选择 他那个人就跳起来 说我不要 又做回去 他可以这样 保罗也要做一个信心 保罗很担忧 你起来两脚站立 然后所有人就 然后嘘他 然后那个也没站起来 那保罗不是很丢脸吗 所以保罗也得做一个 信心的动作 就就是我们说的 在神迹奇事的时候 有些时候 神要你做一些信心的动作 可是还好 保罗看到有信心 保罗你知道 你灵里有眼睛的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信心 你知道吗 新加坡故事教过我们 他说 你看你选同 选那个脸上会发光的 你们不要因为我每天 把自己弄了油光满面这样 起来那个稀有面子都不用 油油的 不是 不是流油的 不是油光满面是会发光 那是不一样 你灵里面的眼睛会看到 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 所以你知道 保罗也做了一些动作 大声地说 那人就顺着这个东西 然后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然后果然神迹就发生 可是这个神迹发生之后 反应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14章11节请念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 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 有神借着人行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好 我们在新加坡 刚才提到我们学到 在新加坡的 他教我们 你要看人家脸上的光 那就是信心的生命的东西 好 OK 然后呢 保罗也看见了 所以呢 见他有信心就得痊愈 这个人就得痊愈了 对不对 然后众人看见保罗所行的事 他们做了什么 吕高尼是一个地方 吕高尼的话就是 吕高尼是那个神 比如说他们就用客家化大声的说 有神借着人行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我不会讲了 不好意思 好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是希腊罗马神话 你知道那些希腊罗马神话 宗师专业的就是变成不同的人 跟动物就跟人家发生性关系 这是希腊神话 你们有听过吗 宗师有跟马发生关系 生出什么 然后跟什么生出 你们都没看过 好树林啊 都在读圣经 耶 好棒 我们家会真的太棒了 好啦 所以他们以为神会化成人形来做 他们觉得这些事根本就是神做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再来 巴拿巴跟保罗他们 他们称他们不同名 十四章十二节请念 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 称保罗为希尔米 因为他说话领首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 再提一次 好 这个地方在 路斯德 他们从那个 以色列哥哥很思念的地方逃到下面的路斯德城 然后呢 他们行了神迹之后 然后他们就以为 那地方人就以为他们是神 所以呢 就称巴拿巴为宙斯 大家知道宙斯是谁吗 对不对 就是希腊神话的主神 也被罗马继承 保罗为 称保罗为希尔米 希尔米是谁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对不对 以色列神话就是 他是 就是在前面讲话的那个 但是呢 对姐妹而言就很有意义了 你先看他这个 NIV版本英文 来希尔米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爱马仕 读圣经也可以看到名牌包 真的哦 希尔米的英文就是 我实在不是很想念 没有啦 好啦 Hermis还是Hermis 我刚才问了会念法文的人 反正我还发不出来 随便啦 OK好 就是爱马仕就对了 所以保罗被称为爱马仕 然后你现在马上教你老公 老公应战耶 你要买包给我 不要啦 我只是这是一个梗 让你记得保罗曾经被他叫过爱马仕 就这样 真的啊 真的是这个字啊 OK好 大家知道连Nike 都是别的神的名字吗 Nike是一个女神的名字 那又怎么样 So what 有一座山也是女神的名字 在附近啊 在淡水啊 对不对 So what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城市 叫做马什么的 在一个岛上啊 也是什么神的名字啊 你难道因此就不去嘛 对不对 没差啊 你这样没关系 我们神比这一切都大啊 对不对 所以保罗被人家叫做爱马仕 但是呢 保罗马上就更正了 我不要薄金包 没有啦 然后大家就给他凯莉包 没有啦 好 继续 OK好 我们继续念使徒经验 14章13节请练 你知道吗 之前他们的行程机会被人家打 会被人家伤害 现在另外一个试探来了 人家要遵你为神 还给你爱马仕 然后呢 所以 巴拿巴就拿着薄金包 然后保罗就拿了凯莉包 很开心地接受大家的献祭 你知道这个包多少钱吗 弟兄你可能没feel 几十万啊 台币几十万 OK好 拿着花圈来到门前 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使徒做什么 巴拿巴保罗两使徒 听听就撕开他们的薄金包 没有啦 没有啦 就撕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喊着什么 给我爱马仕其余免谈 没有啦 对不起 不要再玩了 不要再帮爱马仕做广告 巴拿巴跟保罗 他们忙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东西 然后他们念了一些话 我们一起来念 十四章十五节请念 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好我们继续念 请 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当你信的对活的对 我相信越多越好 很多人会有 我知道有些人 你继续相信 你继续听要发声 可是你就要开始去受这个试探 人家会 人家会想要跟你献祭 会把荣耀归给你 你为他祷告 然后他真的就死人复活 或是病得医治 你自己都觉得 我是神所拣选的人 对不对 不要送我爱马仕 好了够了 不要送我爱马仕 哽了 要从众人向使徒见 这时候你就要学习他们这个东西 他们就撕开衣服 你不要撕开衣服 拜托 你不要撕开衣服 我们说学的是生命的部分 不是学动作 好不好 你每天故意来撕开衣服 想说会不会有神经歧视 跟那个美观 神经歧视传讲恩典的话 不是撕开衣服 他们就撕开衣服 跳进众人中间 那个撕开衣服是因为 在那个文化里面 撕开衣服代表 比如说一个情绪很大的激动 或者是一个忧愤 比如说他们那个认罪悔改 那逼忙蒙灰要撕衣服 懂意思吗 不是那种很性感的撕衣服 叫那个男团 韩国男团这样 好 算了 OK 撕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 然后说了这个话 我们也是人 我们一家都是人 没有这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都是一家人 没有啦 好了 我们也是人 他只是告诉 你知道你还是知道 你还是一个 你是一人 一人也是人吧 一人真的是人吗 确定吗 不是豆吗 不是绿豆吗 好啦 又回来了 一人不是绿豆 你们很多是新朋友 对不对 好啦 OK 大家知道吗 绿豆是哪里人 为什么 因为绿豆加一人 因为你会去吃绿豆加一人 老板给我一碗绿豆加一人 所以绿豆是加一人 你不是老朋友吗 听了两百次 现在还听懂 好啦 我也回来了 好啦 开玩笑 OK 好 感谢主 我们也是人 你要强调的事情是 你要知道这是神做的 不要窃脱神的荣耀 我跟你一样 性情也跟你一样 我也喜欢吃绿豆加一人 但是我只是一人 但是我有罪性 我们也是人 性情跟你一样 我也有罪性的 但是我传福音给你们 是要指的 这位至高的神 创造天地 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记得吗 请不要去窃脱上帝的荣耀 好 我们当中有些人 你可能会把荣耀归给自己 请真的务必归给神 这样真的对你比较好 你会可能祷告死人复活 他们全家蒙福 结果你却把荣耀归给自己 结果你天上的奖赏就亏损了 你做这个 探几顾堵虾被冲虾 你知道什么是探几顾堵虾吗 不然他做了很多事 人家最后要堵虾 探几顾堵虾 就是 你根本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好处 就是一句谢谢 那会干嘛呢 你要的就是要得到天上的奖赏 让天父开心 就你却夺神的荣耀 对不对 人家还是得到好处 可是不用你要的事情 是荣耀神 所以巴拿巴跟保罗 就说了这些话 然后之后继续 他们继续论述 十四章十六二十七集的请念 他再次强调 神为他自己显出证据来 就是那个神 其实是见证他的恩典的真理的道 就是这样 所以是神自己的显出证据 证明他是那位至高神 好 继续念 请 就如常诗恩惠 从天降雨 赏赐丰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兴喜乐 就如常诗恩惠 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上帝 白白恩典的恩惠 从天降雨 赏赐丰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兴喜乐 所以他在告诉他 我就只是个人 那些都是上帝做 简单说这句话 务必记得 你所做的这些服饰的果效 其实都是上帝做的 你只是去把水咬出来 把水咬出来 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是我们当中 谁不会把水咬出来 问题是你会把水变酒吗 99.99%是上帝做的 你只是做001 然后你要去跟他 窃夺那个荣耀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你就是个人 神做成的 然后荣耀鬼给神 OK 然后他们做了什么 恶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的拦住众人 不限制于他们 所以这些人 就不限制给他们 终于拦住他们了 所以这些人应该还是 哇 那你们两个 最早是神人吧 很棒 应该支持你们 对不对 可是我们继续往后看 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这些人原本要献祭 荣耀他们两个人 对不对 然后最后被他拦住献祭 对不对 后来继续看 十九节的后面来请念 但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阿和以歌念来 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 刚才才有一群人 要献祭把你当成神 马上一群犹太人 来用石头要打保罗 而且把保罗打到 几乎是死了 把他拖到城外 刚才那些献祭人 不会来保护一下 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 你读这圣经 没有觉得 这个反差太大了吧 才一节 同一个时间 你刚才要献祭给他 荣耀他 这样好了 你是一个歌迷 今天歌神 张学友在唱歌 不要真神 歌神张学友在唱歌 你真的很爱他 有人开始攻击张学友 你都在网路上会对骂了 对不对 结果这些人 要献祭给你的这些人 有犹太人用石头要打保罗 他们就给保罗 他们就让保罗去被打 然后被打到几乎死 被拖到城外 所以我告诉你 来读这个经文 诗篇62篇第九节请 这是诗篇62篇 这个下流人 不是这个人很下流的意思 是上流社会人 跟基层的人的意思 好 这边告诉你 无论是基层的朋友 基层人是虚空 上流社会 社会基层比较高 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 就必伏其 他们一共加起来 比空气还轻 空气够轻了吧 你有感觉到空气吗 其实空气是有重量的 OK 好 然后呢 所有的人加起来 放在天平上 他们一共一共加起来 他们全部的人类加起来 七十亿人加起来 比空气还轻 他其实在告诉你什么 刚才那些把荣耀 归给你的人 他们也很可能会拿石头打你 就算没拿石头打你 他们也不会保护你 你懂意思吗 你以为那些人支持你 就会支持你一辈子吗 你以为你拿到神的荣耀 人的荣耀有什么用吗 那个支持你的人 在情势转变的时候 就会是伤害你的人 你知道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一群人 把那个钟女叶铺在地上喊 荷赛纳荷赛纳荣耀 归于大卫子孙 就是在认他是弥赛亚 然后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 进耶路撒冷要来执掌王权 像旧约说的 然后改变罗马政府来的这个统治 然后把以色列整个复兴吗 连门徒到后来都问耶稣 耶稣复活了 然后问说 你父亲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 我告诉你 不是那个时候 耶稣下次再来 就是父亲以色列国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些曾经说耶稣 和善那和善那 把荣耀归给他 然后知道他是明赛亚人 也是之后钉十字架 在下面那些笑耶稣的人 我跟你讲 不要去追求人的荣耀 会背叛 没有用的 下流人跟上流人加起来 一共比空气还轻 那些人说你好跟不好 都比空气还轻 刚刚这些 这些想要献祭的人 根本不会出来保护这个保罗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根本不要去追求那些人 上流人下流人 谁你的朋友 给你的那个 你不要去追求那个 因为那个一共比空气还轻 就这样啊 你求那个干嘛 你求人的认可 没好 靠山山岛靠人 人老靠耶稣最好 这slogan多棒 对不对 靠山山岛靠人人老 靠耶稣最好 跟前后左右的说一次 靠山山岛靠人人老 靠耶稣最好 好 再来 所以呢 最帅的事情是 我们的保罗就被 以为他是死的 就变拖到城外去 所以保罗跟巴达巴 他们真的做了一个 最好的处理 真正的例子 你知道吗 门徒就围着那个 好像死的保罗 保罗就起来 走进刚才 那群打死他的人 要打死他的人 城里面去 还有也是那群 要跟他献祭的 那群人里面去 你懂意思吗 假设有一个地方 一群人用石头要打死你 另外一群人要献祭给你 然后你终于被打得快死了 结果神机一致 你知道吗 这边真的提到 以为他是死了 他们是来看了 以为他死了 所以保罗搞不好 今天一个死里复活 最少也是超自然的 重伤得一致 然后呢 他恶化不说就 门徒为着他想说 怎么办 也许正在祷告 保罗就站起来 恶化不说 转身走回去 没在怕啦 你懂意思吗 根本不用去管 什么上流人 下流人 那些人 什么献祭 什么石头打你 我只跟着耶稣 因为保罗边走边说 靠山山倒 靠人人老 靠耶稣最好 然后就走进去 好不好 然后到了第二天 他们才去别的地方 好 所以我们来 然后呢 他们就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路斯德 以哥念跟安提 这地方到处传福音 好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这个地图的部分 一开始在以色列的哥哥 很思念的地方 然后神用了很多神迹 骑识他的道 然后呢 后来呢 有人攻击他们 他们就逃到路斯德 路斯德有一群人 要献祭给他们 然后呢 后来又有另外一群人 用石头丢他 他几乎快死 然后他很帅气的 就用神迹一次赞成 又走回路斯德 隔天又去特皮 然后去特皮之后呢 然后又在特皮 路斯德以哥念 跟这个 鼻息地的安提 这四个神 到处去寻回传讲 一群人想要用石头 打死他 一群人想要献祭他 他理他都不理他 继续做他的事 你懂吗 这是最高阶的属灵 真的不要理他们 做你的事 神自会保护你 既然是神要你做的事 就是去做 不要去理 仇敌会各样的试探你 想要荣耀归给你 让你离开 让耶稣离开 你生命的宝座 让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 或者是用石头 来威胁你的生命 你理都不要理他 继续做正确的事 这就是 你知道 这就是你看 这边你当然他就回 他们就继续在 就去路斯德 以哥念跟安提 这几个地方 以哥念路斯德 安提 这几个地方 到处继续去传福音 然后继续做 他们该做的事 不管这个世界 怎么威胁他 不管魔鬼怎么做 神会保护你 好 你知道吗 我们一直在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讲神 神一直都感动我 我们是不是讲过 其实现在在新约里面 魔鬼像是 蟑螂一样 我们当中一定还有 很多弟兄姐妹怕蟑螂 可是说跟你说真的 那个蟑螂 那个恐惧 我跟你讲 如果是一个小婴儿 两岁的那种 蟑螂爬过去 可能抓起来 王儿会吃 为什么 因为他不怕 你们有听过 出生之毒不怕虎吗 为什么 为什么出生之毒不怕虎 因为他没有被教过害怕 对不对 而且通常出生之毒不怕虎 都被虎吃掉了 也是真的 是真的 OK 好 其实你很多生命中的害怕 是生命经验 会别人教你的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告 是人心里面真正有的害怕 唯一有的害怕 没有教过害怕 只有那个 从高处跌落的那个害怕 跟好像是窒息 还是什么那种害怕 那才是生命 放神放在里头 其他的害怕都不是 我不能说都 很多都不是神要给你的 我们生命中 有太多的恐惧跟害怕 而仇敌想办法 用恐惧跟害怕 来加征他的能力 然后来压制神 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神要你去做一件事 你马上会想 我做得到吗 老实说 干你什么事 你做得到 神就不用叫你去做了 也不是这样说 应该说 神要做神迹奇事 干嘛还要你做得到 神迹奇事 就不是你做得到的事 你做得到就不叫神迹奇事 我需要一个神迹奇事 就是打电话订便当 这种事还需要 神迹奇事 对不对 可是 那神迹奇事 是那种眼球长出来 什么那种超自然的 你去看那不永康牧师 一堆神迹奇事 你就是顺服去做 可是你知道吗 唯一能够拦阻 你生命的是谁 是魔鬼吗 是你爸吗 是你妈妈 是你配偶吗 是你隔边那个人吗 是牧师吗 首先没有任何人 可以拦阻你的生命 没有任何人 可以拦阻神 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但是只有一个人 可以让这些事不发生 不是魔鬼 是你自己 所以仇敌知道 要从你身上下手 所以他在你生命中 放了非常多的恐惧跟害怕 透过你过去有的 天哪 我数学很不行 你不要叫我算 现在有计算机 也怕什么 然后呢 不行啊 我不能为你导 问祷告了 我祷告词会不优美 声音上有说词会要优美 该保罗祷告是什么 保罗说你起来 这句话有很优美 你要看一下吗 我们看一下好了 保罗见他有心 就大声说 你起来两脚站直 很难吗 谁不会讲这句话 你起来两脚站直 这句话谁都会讲 问题是你敢在那个地方讲吗 还有另外一种人 是动不动就乱讲 保罗有在别的地方 对别人说这句话吗 你要懂得与神同工 搞不好那里做三个 保罗对一个说 现在两个觉得很不公平 这也是另外一个攻击你 为什么神啊 要说就要一次对三个说 你为什么只叫我对这个说 这是我自己想的 声音上没有说 你懂我意思吗 你身边上有各种不同的害怕 你身边上有很多事情 会想要让你 不能单单单纯的 你知道吗 搞不好那个摇水的仆人 我上这摇水 水露出来了 我不敢摇水 就没有成绩 对不对 保罗如果说我大声 我不要大声说 我小声说好不好 你起来两脚站直好不好 就没有了 懂意思吗 有些时候神要你去做这件事 你需要勇敢的跨出去 可是你要懂的 那是神要你做的 OK 我把眼睛闭起来 主耶稣 我们谢谢 我们生命中 特别是那个神迹奇事 我们学习第一个神迹奇事的例子 我们需要有一些跨出去 你需要愿意去把水咬出来 其实有些时候很笨 你分明知道那里面是水 你怎么敢把它咬到 装酒的瓶子里面去 你分明知道 这个东西不对 可是却是主对你说的 你要练习 你要查验 如果有一些事情 感觉是很不一般的 你要跟你的属灵同伴 或者你的小组长等等来查验 然后如果查验清楚 你去做来看见神迹 保罗也必须冒一个风险 在众人面前大声地说中 那个人不站起来 或是没有发声 可是保罗做了 看见了神迹 耶稣对彼得说你来 彼得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要 那他就没有走在水面的神迹 如果主跟你说 我要给你一个美好的生活 我给你一个东西 看起来不是你计划的那一切 你人生有一些自己的计划 可是你很清楚知道 神跟你说那一切 你再强调一件事 是你很清楚 真的是神对你说的话 你愿不愿意跨下去 从船上跨下去 到那个不可能站起来的水面 你是不是愿意 在那个环境里面 觉得这样我可能会丢脸 我好害怕丢脸 大声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 你是不是在你生活中 你工作的细节 你是一个很基层的 也许你就是一个 很基本的工作人员 做的那些小事上面 神却要使用那些小事 你觉得怎么可能我咬个水 要发生神迹 你愿不愿意在这些小事上 跟你同工 跟神同工 我们当中有好多人 你好在意 别人怎么看你 可是神对你说 下流人跟上流人 加起来 一共比空气还轻 那些原本要荣耀归给你的人 他们也很可能是要用石头 打你的人 就算他们不用石头打你 他们也不会保护你 你追求这些要干嘛 这都是假的 真的 唯一能够信靠的 真的你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老 真的只有靠耶稣最好 因为祂完全了解你每一个部分 祂不需要你做得好才爱你 世人要你做得好才爱你 而且有些时候你做得好 可是祂不喜欢 祂还是不爱你 耶稣在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祂就非常爱你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体的独一真神 就完全爱你 我们选择追求上帝的荣耀 除掉我们里面的害怕 谢谢耶稣 祝福这里每一位 放下那过去的害怕 尽到真正的荣耀 不要再害怕蟑螂 不要再害怕那个 不从神而来的害怕 你有各样的恐惧 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 主要我真的害怕 有人害怕飞机起飞 有人害怕飞机降落 有人害怕没钱坐飞机 每一件事都在害怕 你尽管把各样的害怕 带到神的面前跟她说 让神开始心急环境 改变这一切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从害怕的恐惧的捆绑里面 得释放 看见上帝的大能 奉耶稣祷告 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念恩宠宣言 我相信上帝差派 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留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感谢主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周的祝福 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你的恩高的大能 无远佛界 你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主啊无论是 现在在高雄的 在彰化的 在全球各个地方的 在哥斯大离家的 在美洲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在 之后才看到这个 讲道的弟兄姐妹 神的工作都一样 能够来在你生命中工作 主啊我们祝福这里 每位弟兄姐妹 而且不仅仅是今天工作 你下次再听 神继续工作 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神迹奇事的 最后一次的讲道 主啊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再恐惧 唯一能够拦阻神 要在我生命中 发生的美好的人 是我自己 我要有正确的信念 信得对活得对 不再倚靠人 不再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只看见 我只在乎神怎么看我 我们学习使徒们 就算别人威胁他 他也继续做正确的事 就算别人把荣耀归给他 他还是继续做正确的事 因为最高阶的属灵征战 就是不要去理这些事 定睛耶稣 当你定睛耶稣 像彼得定睛耶稣 他就走在狂风暴雨的水面上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是的 你用生命节28章前面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祝福安总教会的 全球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主啊真正来知道 什么是耶稣基督 并祂钉十字架 什么是真正上帝要给我们的 就是不在乎行为 乃靠恩典 而因着上帝美好的恩典之后 我们回应上帝有好的行为 不是靠行为得救 不是靠做的好被爱 是我如此的被爱 所以我被他爱融化到 我要来做的好 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是要将荣耀归给父神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未来这一周 未来这一生 大得福音的好处 主啊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拘手不拘尾 在上不在下 主啊白日太阳 避不伤我们 夜间月亮避不害我们 我们出我们入 都要蒙福 那个祝福要追随我们 追随我们 追踪我们 跟着我们 从今时直到永远 用我绝书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感动的交通 从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务必给我们按赞 把它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记得把小铃铛打开哦 这样全新的影片出来 你会第一个知道 可以去搜寻我们的Facebook 在上面留言 把你问题留给我们 让我们把圣经的真理 查出来来告诉你 让我们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上帝祝福你